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广记者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坛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立杰谈起前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梁安居 美国和中国大陆 长达一年多来的贸易争端谈判 在日前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而且在协议明年一月 渴望签署之后 再进行第二阶段的协商 而第一阶段协议 主要涵盖了哪些内容 后续商谈有哪些焦点 而去年美中相互加征 关税以来 对双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此外 中国大陆上周召开了中央经济会议 提出明年推动方向 有哪些重点呢 其他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蔡明芳 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好 非常欢迎蔡教授 美中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不过还没有签署 我们看到美中官方在第一时间 就是在13号的时候 对外分别表示 美国取消原定15号开始 对手机 笔电 玩具 还有服饰等等 大概有1500多亿美元 中国货品加征的15%关税 那么9月1号起 对大约1200亿美元中国货品 加征的关税 税率则从15%降到7.5% 至于在中国大陆方面呢 则是对美国加码 采购农业 能源 制造业的产品 另外呢 还有在这个加征关税部分呢 中国大陆也在15号的时候 已经发文公告 推迟关税加码 就是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 暂时不征收10% 5%的关税 而原产于美国的汽车 还有零部件这些 就零组件继续暂停加征关税 那么就您的观察 美中这次能够达成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这个是不是有些拉锯 互有退让也是各取所需呢 我想这一次美中达成 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 当然是全世界所瞩目的 那成如川普所讲的 就是说在整个谈判的过程里面 他觉得美国也有需要 中国也有需要 大家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 坦白讲川普一开始 课征高关税以来 形成所谓的美中的贸易冲突 其实他无非是希望 为美国谋求更大的福利 就是他一再强调希望美国再次伟大 所以在整个谈判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希望可以各取所需 只是说在整个谈判的结果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可能会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一次的协议内容 跟五月初的时候比 事实上在五月初的时候 本来大家全世界都已经非常期待 就是说好像美中要达成协议了 那刘鹤去谈判回来 好像这个协议应该 已经差不多接近完成了 可是突然之间 这个就全部翻盘 就是说这样的协议 中国就不答应 但是在那个时候 中国希望承诺购买的农产品 跟现在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也就是说 中国必须要做出的让步是差不多的 可是问题来了 在从五月初到现在为止 我想大家可以知道 在五月十号的时候 其实川普就因为没有达成协议 直接提高这个关税到25%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后来在九月的时候 又加增一笔15%的这个关税 那在这一次的谈判结果以后呢 该买的东西 中国你还是要买 但是关税你可以想象 从五月到现在 你反而是多付了这些关税 对不对 那关税25%有没有取消 目前看起来川普的承诺是没有取消 只有15%的部分 减成7.5%就是砍半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说对中国来讲 其实他从五月到现在 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他反而付了更多的关税 那另外一届会好奇的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在五月的时候 不想要达成这个协议 反而会选在12月这个时候 想要达成协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进一步思考的 就是说你在五月的时候 明明有一个比较好的deal 你为什么不去跟川普达成这个协议 反而要拖到12月 那是不是你在五月的时候 我想这个过去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是不是内部的势力 什么哪些因素白不平 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内部的势力永远不会消失 如果内部的势力 他在五月的时候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 那理论上他在12月也会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疑虑没有消失 那所以我们就会去想说 是不是内部本来认为 他们其实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协议 就对中国更好了 或者是说 其实你可以要求美国取消更多关税的 而不是像五月初这样子 可是到现在为止 关税并没有取消 只是少克了一些原来多克的 所以对中国来讲 整体而言是变差的 这个协议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它是变差的 那我觉得刚刚主持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双方各取所需 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说 所谓各取所需就是说 中国他也会去预期嘛 因为五月到现在的 其实经济情势变化还是蛮快的 在五月之前我们没有听到 就是说所谓中国的金融 逐渐的出比较大的问题 那最近我想大家连续听到 像中国的一些国企的债务慢慢的出问题 那天津那边的美债也在出问题 那一些城镇银行也慢慢出现倒闭 然后由中国的政府来接收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金融的情况 你注意看 就是说它是从一般的三线四线的城市开始发生 那这也满合理的 就是说当你经济开始在下滑的时候 一定是原来比较穷的 获利比较低的企业 或这些城镇会出问题 那慢慢才会烧到比较核心的地方来 因为越核心 它其实整个经济的体质应该会越健全 所以它越可以承受所谓经济下行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会很合理的去怀疑说 是不是中国政府它也看到它经济下行的风险 慢慢的再提高了 或是加速的再提高了 使得它必须要赶快签这个贸易协议 不行 因为如果它不签的话 12月15号 川普马上要再加征新的关税 所以如果再让它加征下去 那肯定对中国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们再继续课征这个比较高的关税 其实对美国来讲 其实是不利的 那当然整体而言 你用一个比较高的关税 大家付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那可能就会带来消费者第一时间的冲击 这个是不用争论的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 如果美国认为 你这样做真的是不合理的 不公平的 那它当然有可能会直接就继续打下去 那就看中国撑不撑得住 那在谈判的过程里面 在冲突的过程里面 谁得到的筹码越来越少 那谁可以获得的利益就越来越低 所以中国或许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比如说 我可能在5月的时候 我如果谈好早就好了 我不需要拖到12月 拖到12月 我反而更差 虽然更差 但是我再继续拖下去 会非常差 所以我干脆就赶快接受第一阶段协议 再看看有没有让双方进一步谈判的空间 非常谢谢教授详尽的解说 那另外就是一般预期 这个协议渴望在明年1月签署 那老师您怎样观察 就是说这个签署会不会有一些变数 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我们会要注意的呢 我想如果是在其他的总统身上 不见了会有变数 但是我想因为这个川普 他其实他的反应也是蛮敏捷的 所以会不会变数其实不知道 加上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 比如说他用不断的连任这样一些做法 我不知道中国国内会不会有任何一些反对的声音 这个其实我们不知道 那只是说 这个你要说有很大的变数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容易 因为中国已经正式召开记者会说明 说他们已经达成这个谈判的内容 那如果川普他也不断的 不管是透过官方的或非官方 就是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 不断的宣称这是一个获得重大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变数几乎是没有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期来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 美中贸易协议的话 未来还会展开进一步的磋商 在美方方面也谈到 那么大陆方面也有对外来提到 说未来还会持续来进行这方面的协商 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有哪些症结点是 未来美中双方可能还要继续 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进一步的商谈的 我想就是说 正式文本还没完全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谈判重点是说 好那你在这个最近宣布说 我们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但是重点是这些协议 比如说你承诺你所要买到的农产品 能源产品或制造业 这些产品的进口量 你要怎么样达成 你不可能空口说牌话说 我要跟你买400亿 然后就好 那我们就签好说400亿 两年400亿 那搞不好我到这个一年过去了 我一块钱都还没买 不可能吗 那我就会很好奇说 那你不可能在这个下一年 可以买完400亿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何制定这个进程 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应该要达到多少钱的这些采购 这些要求要出来 或者是中国承诺他要去对这些智慧裁案权要有一些改善 那中国必须要有一些具体的承诺出来 我要从什么方面去改善 那你可以怎么样去衡量 看到我中国政府在这边的努力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协议才有意义 那否则的话 大家变成都是开支票 那支票呢 什么时候实施也不知道 那到最后的时候 那可能就完全就变成一个跳票 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或者是像我们政府在做很多的计划 或者我们自己本身在做一些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日常的查核点嘛 所以我觉得观点就是说 在不同产品上面的查核点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想美中双方 他们都有很专业的谈判团队 理论上他们对于 他们所聚焦的这些谈判的项目 要怎么样去查核 他们会好好去细谈 非常谢谢教授详尽的观察跟解说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是访问到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蔡明邦蔡教授 针对美国和中国大陆呢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了 不过还没有签署 那这一份协议呢 有哪些观察焦点 而未来美中双方之间在贸易的纷争上 会有哪些的磋商重点 为我们详细的观察解析 在下段节目中呢 我们将继续请教授来为我们观察跟说明 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经济面对这个贸易战呢 是否有产生一些影响跟冲击 另外还有中国大陆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 有哪些观察重点 我们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即便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济视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梁安居 我们节目持续访问大家大学 产业经济学习教授蔡明芳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焦点 那么有两个刚才节目上半阶段 我们是针对美中贸易谈判 那么在日前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而且也渴望来签署 那么在签署之后进行第二阶段的协商 有哪些关注焦点 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 那么在去年美中相互加征 关税以来对双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先看到在美国 我们从这些数据来做一些观察解析 那么在2018年就是去年 美国经济成长率是2.9% 今年的经济表现比如说在第二季跟第三季 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率分别为2% 还有2.1% 如果我们在细部来观察它主要的一些经济数据 比如说进出口啦 投资啦 就业消费等等 不小的教授你怎么来看 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 美国方面是否因为相互加征关税受到一些冲击 我想从美中贸易冲突以来 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说 特别是中国的官方他们都会认为说 提高关税其实直接伤害到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 但是我想要先讲一个简单的观念 听众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是在做小生意的 做小吃店的这些店家 当你面对成本提高的时候 你会不会直接把你的成本 直接转嫁给消费者 不会 你可能会适度的去吸收一些成本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 那成本开始上涨了 原物料开始上涨了 那我们就先自己先吸收 真的撑不住了我才要涨价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 当成本提高的时候 厂商会不会把这个成本上涨的这一些幅度 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其实是不一定的 它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 到底你的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 到底明不敏感 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可以薄利多销的产品 既然它要薄利多销就代表消费者对这个产品是降价 它是会很有感的 或者是你小吃店是开在学校地区的 面对广大的学生 学生一看到你的卤肉饭涨价了 它一定非常有感 所以它有可能就不跟你买 当你面对这样的消费者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敢涨价 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看到美中的这个贸易冲突发生的时候 那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产品 课征了比较高额的关税 那是不是这些美国的进口商 都可以把这些关税的涨幅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不太可能 这个是会因产品而异的 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替代掉 中国产品的这些其他国家产品 否则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 中国的产品变贵了 那你进口厂商要提高它的价格也没有关系 那当你价格提高的时候 那原来墨西哥的产品可能跟你没有什么竞争力 现在因为你提高价格以后 消费者就有可能转而去购买墨西哥的产品 转而去购买越南的产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原来购买中国进口品的这些厂商 他会不会把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不会 甚至他也有可能就转而去买越南的产品 买墨西哥的产品了 那其实这个就是 联合国在最近所公布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当面对美中贸易冲突的时候 其中有一些国家 其实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包含我们台湾 包含越南 包含墨西哥 还有欧盟 他都受到一些好处 当然在不同的产品项目上面 大家受到的好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 会不会对消费者有影响 一定会有影响 他们面对的价格平均而言一定会提高 但是对于整体而言 美国自己内部经济的影响 那就要看 你在第一阶段刻的这些产品都还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产品 真的关键的是在原来12月15号所要刻的那一些笔电 苹果的这些产品 那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所刻的这些产品 当然会对厂商造成很多的威胁 但是这一些威胁主要还是来自于 原来在中国生产的这些纺织品 鞋业的这些厂商 所以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 这个是毋庸置疑 但是消费者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替代品 所以你说要直接对消费者产生影响 其实不太容易 倒是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转单的效应 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是带来好处 但是对于整体全球的贸易 当然是一定会消滑因为你的关税提高了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美国明年的经济有没有衰退的隐忧 其实我们也要关注就是说 因为台湾是出口导向嘛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美国的一些数据看起来 比如说消费它可能有其他选项 目前看到它的就业数据或投资方面 看起来明年的状况 老师怎么样的观察 美国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它还是蛮稳定的 原因在于就是说 美国的央行他们现在不会再继续降息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指标 就是说当你的经济结构如果维持还不错的话 那当然 央行就不需要透过继续的降低利率或降息 去刺激所谓的经济 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对美国来讲 我觉得经济不是问题 我觉得美国其实最大问题就是 一直以来所面对到这个所得分配的问题 那因为所得分配的恶化才会使得中国的产品 价格变会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 因为当我所得越低的时候 我越可能去买低价的产品 那我越去买低价的产品 我越有可能去买到中国的产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所得分配反而是美国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但是所得分配也长期来 其实不只是美国也慢慢的变成是 其他主要国家很重要的关心的一个经济问题 或社会问题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 老师那我们来看另外一面的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今年前三季的GDP增长幅度 依序是6.4% 6.2%跟6.0% 呈现足迹成长幅度是往下降的趋势 那你怎么样观察中国大陆今年以来的经济 有关于美中贸易战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我想中国在最近也刚开完所谓的中央经济会议 那其实它所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跟去年 它在去年同样大概在这个时间左右 12月中左右 它所做的一个结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它今年还是说它希望维持6个吻 希望维持6个人 然后让整个国家可以持续的往前进 那它去年其实就提出这个6个吻了 那6个吻包含哪6个呢 第一个就是要吻就业 第二个要吻金融 第三个吻外贸 第四个吻外资 然后还有吻投资以及吻预期 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看看 这6个吻里面其实你如果把它广义来讲 就是包含内需 包含出口 还有包含什么 包含资源内需跟出口产业的金融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6个吻里面 中国其实度过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年 为什么不稳定呢 因为第一个吻预期 大家都预期 中国的经济可能能不能保留 或甚至一定会破6 就是这些预期其实是越来越差的 所以其实预期是没有稳住的 那吻投资跟吻外资呢 我想我们去看 就是说中国到底有没有把外资跟投资吻下 我们观察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它对于资本这个外流 有没有很严格的限制 我们知道它现在对于资本管制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因为它生怕这个资金不断抽走的话 对它这个金融体系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进而就会影响它实体的这个投资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放松 或放宽你的资本管制 那你要说你的投资你的外资 它是非常稳的 我不相信 因为什么样的国家会不断的去强化它所谓的资本管制 我们可以想想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生活 我们大家都有时候会有没钱过 对不对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当你口袋比较没有那么深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情 会精打细算 会想办法不要随便让钱流出去 所以你要做你的资本管制 要做好 当你口袋里面满满的钱的时候 你还会去做资本管制吗 不需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去看这个国家 它到底整个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 有没有很稳定一个很简单的观察指标 那当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 他们都会希望好好去稳定他们的整个经济体系 或国家体系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特别是稳金融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中国因为很多的银行慢慢的倒闭 然后导致国家直接介入 然后直接把它接管 所以当你金融不稳 金融什么样的情况会不稳 就是经济下滑的时候 经济下滑的时候 厂商可能就会开始倒闭 那越没有钱的厂商越容易倒闭 那越没有钱的厂商越容易去一些 所谓的影子银行 或者是基层的金融机构去借钱 因为他在大银行他一定借不到钱 那所以他有可能会去走地下金融 当我真的还不出钱来的时候 这些金融的泡沫就会破掉 所以我觉得稳金融 是未来中国会面临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当然最后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所谓要稳外贸跟稳就业 那中国长期以来本来就是以这个出口为主 在今年就是未来2020年 中国还是希望可以想办法去转型他的结构 去调整他的出口结构 想办法把它调整内需 可是问题来了 当你面对这个美中贸易冲突的时候 如果你在海美把结构调过去的时候 你既有了结构 又面对美中的贸易冲突 你这个既有了生产的厂商或出口厂商 他的生意就会受到很大很大影响 生意受到影响厂商不见得马上就会关起来 但是厂商面对我生意不好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第一个裁员 所以就业当然就会出现问题 就业一旦出现问题 消费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中国 在今年的这个经济会议所讲的 他明年想要做的事情 确实要继续维持好六个文 因为从去年美中贸易战到现在 其实美中贸易战到今年 又整个完完全全的走了一年 而且其中的变化还蛮大的 本来我们刚刚讲到的说 5月本来是要达成所谓的协议 后来拖到12月才达成 所以你等于一整年都面对这种 美中贸易冲突的这个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厂商来讲 确实是蛮痛苦的 如果我们是中国里面的厂商的话 那我什么时候会面对提高关税 坦白讲我不知道 关税会提高到多少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对厂商最大最大的 一个不确定性 今天如果川普他直接说 我要调高到25 我要调高到30 那厂商就很确定了 我知道未来都会调高到25 调高到30 那我要不要搬 我如果承受不住 那我就搬了吧 我不用在那边 好像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我不知道到底是要调多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中国政府在这整个谈判的过程里面 他们也要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制造他们境内厂商的一个恐慌 就是你原来要达成了 我们看到很多的讯息 在海美公布的时候 都已经释放出好的讯息 但是中间常常会有一些上下的一个波动 就是说谈的不是很顺利 或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尽量去避免 如果你特别是在中国境内 其实你要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个谈判模式 其实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如果你去让厂商有这么大的不确定 厂商其实就会外移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台商回来台湾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台商跑到东南亚去 因为不确定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这是连续两年中国中央经济会议所提出 要所谓的六稳 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跟稳预期 那么这样子看来 因为过去我们就观察中国大陆事实上 在进行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 那在美中贸易战 现在还没有完全平息 持续谈判 是不是会加速中国大陆在产业结构调整这方面的力道呢 您怎么样来观察 其实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中国政府非常关心的 加强产业调整的力道 我们观察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 你可以看到现在 其实华为 它受到美国政府的一些科技管制 所以它很多美国的厂商的产品 就不能卖给它了 那它要避免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家在讲的2025中国制造 其实就是在调它的结构了 它要想办法提高它自己的国产化 那提高自己的国产化 去增加自己的内需 去确保自己经济的稳定性 那我觉得在调整整个结构很重要 就是说 你如何把出口慢慢的导向内需 那你要把出口导成内需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让内需产业的所得可以增加 那你内需的产业所得可以增加 比如说现在因为华为 它没有办法跟这个Google合作 所以它很多的手机它就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没有关系 它就在自己国家里面卖 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在创造它自己的内需 因为你可以想象我在海外 我在这个台湾 我在澳洲 我在美国 我在德国 我没有办法去用华为的鸿蒙的作业系统 但是我在中国里面 我一定可以好好去发展鸿蒙的作业系统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国产化的东西 它变成一个国产化的东西 如果它可以做得起来的话 它的内需当然就会有一部分被建立起来 它在做这个内需的部分 其实还是要很注意的 因为它现在主要的产业结构 还是都依赖外贸为主 你可以想象一个 过去完全都是以出口为主的厂商 现在突然要转成用内需为主 过去为了要扶植出口 为了要帮助出口 供应出口厂商的这些周遭的卫星工厂 它也一定也要跟着调整 当你不做这一块的时候 这些卫星工厂怎么办 所以他们也要跟着调整 所以这种调节构的问题 绝对不会是一年 不会是五年 不会是十年可以完成 它必须要很长时间去完成 而且在调整的过程里面 也最好不要去面对到 所谓这种美中贸易冲突的问题 不然就会让它的调整变满 而且有可能就调整不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必须要注意的 非常谢谢教授的观察跟说明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蔡明芳 蔡教授 针对中国大陆在上周召开了中央经济会议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 同时也对于美国和中国大陆 在长达一年半以来的贸易纷争 日前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渴望在明年一月签署 而这一次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有哪些观察焦点 而未来双方在贸易方面的磋商有哪些 我们需要关注部分为我们做详细的探讨解析 非常谢谢教授接用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